那有匆忙为了一个非常性感的话题 说老华一是不是所有的花都生红蜘蛛 应该会吧 就跟人一样 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得感冒 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得一些 你比方说矮症的 或者所有人的那个 这个理论上来说它都能 但是有一个绝对性的话题是什么的 就是没有叶子 没有花 没有乱七八糟的 就干凸凸的 就只有那种大厨之干的那种 木本的之类的 就是没有叶子 没有花的那个 那是绝对不得红蜘蛛 你像红蜘蛛这个东西 但是怎么回事呢 它是满虫 明白吗 你不论是红蜘蛛 黄蜘蛛 绿蜘蛛 它就是满虫 明白了吗 它不是理论上的那个蜘蛛 知道吧 有的话种一看那兔丝 爬那种大红的 就能看到的那个红色的那个蜘蛛一样 那个叫大蜘蛛 那是红蜘蛛的天敌 明白了吗 那个不是 就是你基本上肉眼很难看到 它很小很小很小 一丢丢 明白了吗 不一定是红色的 有可能是黄色的 白色的绿色的 就那种它也会结一点点丝 那种满虫的 那叫红蜘蛛 明白了吗 它一般来说呢 它长到叶子的背面 靠吸食这个叶子上面的这些汁水 知道吗 它靠这个活着 这没有这些东西都活不了 那种话说 老范姨会怎么弄死的 你要弄死的 这个也简单的 我得跟你说说它哪强大 是吧 你就是当 比如说 你就是叫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大 就是你以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它三天就能繁殖一代 它的繁殖速度非常快 你可能一个礼拜了 你比方说 你去玩了 回来以后 你一个人回来的 你回来以后 人家都当爷爷了 对吧 这个耐药性是很强的 你比方说你怕你媳妇 到你儿子那辈的 他也怕 到你孙子辈的 他还怕你媳妇吗 到了你从孙子辈 你媳妇都 是吧 他都不认识了 他更不怕了 所以说呢 由于他繁殖速度很快 他的耐药性很强 很多的臭宝打药 打一种药 随随便便往上一打 他哪一样的病面 你随便一打怎么行 有的话说 我打到一样 你就一种药的耐药 是你把他爷爷干趴下了 把他爹爷弄趴下了 他没事啊 他不怕呀 他儿子一点 明白了吗 所以说 你得用两种 或两种以上的药 从叶子的背面 明白了吗 这样去喷 在喷之前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大水冲一点 就你光冲上面的叶子 你给它冲干净 用那个花傻之类的 冲干净之后 再去打药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药 明白了吗 红蜘蛛不好整 有话说 连红蜘蛛视察都不知道 学到了吗 抽包 学到了 记得点个关注 老花姨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鱼肉的养花知识 需要活着的药 老花姨有卖 不多热补充了 我是老花姨 养花质在业 来来抽包